历史的京城偶尔细耍着人们的目光 让平庸月上巅峰 或者令光芒迸发的才华黯淡 直到时间几番轮转后将公道奉还 重新让埋没的人才走向了世人的掩盘 大家好,我是馆长Johnny 欢迎收看有点意思系列第三十期 在节目开始前 我想邀请大家参与一项有意思的行为艺术 在画面下方有一个竖起大拇指的按钮 来,潇洒自如地给它按下去 恭喜你,你刚成为了一位行为艺术家 有点意思这家孤独艺术咖啡馆 今日很荣幸迎来一友零一杯的光临 他点了一杯带有零七的北欧阿福克林牌咖啡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品尝一友零一杯推荐的 改写抽象绘画历史的 Hilmar of Klint 1862年,阿福克林出生于瑞典的一个海军家庭 虽然家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但阿福克林对科学快速发展的世界非常感兴趣 阿福克林在1882年进入斯德哥尔摩美术学院学习绘画 继承家庭背景对数学和植物学的热爱 毕业后陆续展出一些很友好的风景画 植物手稿和校图画 但是,1880年他妹妹和Mina的离世 导致他生命的精神层面开始发展 画风突变 在美术学院期间 阿福克林遇到了闺蜜Anna Kassel 他们俩与其他三位闺蜜 组成了秘密的灵异女子天团 The Five 灵异舞女团对超自然现象和定期组织的通灵将神会 很感兴趣 他们期望藉由将领会与灵界的High Masters 高级法师进行沟通联系 并在法师的指导下自动地书写和绘画 当时的欧洲对于未知现象有着异常狂热 科学发展的兴盛 更对这股通灵风潮推波阻拦 在高级法师的指导和委托下 F.Klint开始生涯中最重要的系列 圣殿之化 F.Klint称他的画是通灵的 是受到高级法师的引导而创作 目的是为了建造一座神殿 然而他始终不明白这个神殿指的是什么 这个系列由193幅初向画组成 F.Klint还有描述他与高级法师对话过程和作品意义的大量笔记 笔记中有明确记载 蓝色代表女性 F.Klint试图利用构成隐形世界的力量 结合科学理论和对自然和唯灵论的观察 F.Klint创造根治于独特的抽象作品 他将前者等同于女性气质 后者等同于男性气质 绿色表示两者的结合 另外他在十大系列中展现了自己的地球宇宙观 这一系列画作尺寸庞大 F.Klint的身高只能触及五英尺左右 因此他把画布放在地板上进行创作 这些规模宏大的作品描绘了生命的四个阶段 出生、青年、成年和老年 他流畅地使用有机的形状和线条语言 将存在的能量偏码成自然主义的几何形状 F.Klint曾经在新科学与奥秘思想中 认真的研究奥地理哲学家Rudolph Steiner提出的理论 图像在毫无预设的情况下 由我描绘成形 蕴含某种强烈力量 展现出了物质世界与灵界和目相处的途径 以及其他的二元性 信仰与科学 男性与女性 善与二 F.Klint于1908年 终于完成了十大系列 同年 他终于第一次见到偶像Steiner F.Klint很兴奋地与偶像分享自己的作品 结果Steiner不为所动 他觉得这是一种错误的风格 已经导致其走向了神秘主义和黑魔法的外道 是以这些画作需要等待50年 才能被世人接受 偶像泼得冷水 让F.Klint深受打击 他停止绘画去照顾失明病状的母亲 四年后 他才返回工作室 在三年内完成了圣殿绘画系列中最后的82幅作品 有趣的是 Steiner与F.Klint会面后 保存了一些他的艺术作品的照片 其中一些甚至是手绘 同年 Steiner遇到了尚未接触抽象绘画的Kandinsky 一些艺术史学家认为Kandinsky在发展自己的抽象道路时 可能已经看过这些照片 并且可能受到了F.Klint的影响 F.Klint因交通事故去世 离开了地球 生前他的作品只展出过几次 主要是在精神会议和聚会 在他的遗嘱中 F.Klint将他所有的抽象画 都留给了他的侄子Eric 并明确指示 他的作品应该在他死后 至少保密20年才可展示 F.Klint的抽象画集 一共有1200多幅 他由瑞典斯德格尔摩的 Hilmar Afklint基金会拥有和管理 1970年 他的画作被赠送给 斯德格尔摩的现代美术馆 但被拒绝了 1986年 F.Klint的抽象作品 终于成功在洛杉矶首次展出 这次展览是他获得国际认可的起点 回顾现代艺术的发展脉络 Kandinsky Mondrin Delaney等几位艺术家 普遍被视为抽象绘画的先锋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 F.Klint的抽象画作 开始于1906年 这比Kandinsky等人的抽象创作 早了五年或者六年 他才是真正改写了 抽象画艺术史的那个人 因此我再次郑重宣布 H.Klint家的灵异霸王枪 重回抽象画兵器谱排行榜的第一位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您耐心观看 如果您喜欢我的内容 欢迎订阅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如果想听我聊聊其他的艺术家 欢迎点餐 我将继续制作有意思的内容来回报大家 愿彼此能提高艺术审美 来照亮我们的心灵 我们后会有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